1999年3月12号第一届慈青学长禁思成长营举行 1992年慈青大专青年联谊会成立 18年来菩提种子成林遍布全球 是慈济未来的希望 1992年5月31日 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正式成立 走过18个年头 全台171所大专院校中就有153所设有慈青社 希望借他们联谊的方式可以跨越社团 不会只有局限在学校 而是真的是融入在社会跟人群里面 随着慈青的毕业在1998年更成立了毕业慈青学长会 让刚踏入社会的慈青延续付出的机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赶快成为慈青委员 回到职业体当中 去延续去接续上任的一个法脉中门 其实我们真正的使命在这里 秋定兵是第一届毕业慈青 毕业后即投入慈激基金会工作 同时参与1999年3月12日在花莲举办的首届慈青学长 静思成掌营 而这个营队的幕后推手蔡宗宏更是慈青典范 不只在慈激技术学院任教 更受证为慈激委员 慈青委员做的事其实是更直接 而且更能够深入人心 更能够跟我们的丧人的心相契合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在慈青这个大家庭 才能够越走越远 跟随着毕业慈青的脚步 年轻学子也发愿向上承担 向下传承 截至2010年 全球有464位慈青学长回到慈激之业体工作 有303位受证辞呈委员 他们都会说 上人你的慈青回来了 也有人说 上人你的孩子回来了 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再很快的受证 一个一个过去 只是这么几个字 我心里就知道 慈青啊 果人啊 跟我有约啊 都没有爽约过啊 每年的全球慈青日 来自全球各地的慈青 回到新宁的故乡 延续这份姻缘 这群学长学姐 用年轻的生命带动慈青 这股清流的力量 从2007年开始 推动新生活运动 鼓励人人随身携带环保餐具 陈中起寻法乡 透过网路发喜分享 近思与20年 好话传校园 时代青年千万速 希望减少百万CO2等一系列 投入人寻社会的活动 毕业辞青 不忘于阵言上人的约定 横迟出发心 投入社区 承担辞济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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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